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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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NASAN 歡樂的禮拜三 Diera推嗎? Diera有點老了啦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台代步車的話 我現在是不會推薦Diera 在他還沒那麼舊的時候也許還可以 而且Diera里程一高就會出現變速箱的問題 然後還會有那個引擎很容易衝掉 小詩哥頻道已經是二手車YT模仿對象 哪有哪有在模仿 二手車不就這樣而已 騎車、整理車、介紹車 那不是這樣嗎?哪有什麼模仿 大家都這樣啊,跟游泳比賽一樣 他做什麼你做什麼 沒有什麼模不模仿的啦 有些在那邊講 現在沒人要聽車評了啦 也不用介紹車,講幹話就有人看了 拜託的,你們就要說幹話 對不對?這需要天分的好不好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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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現在誰要聽專業的大家都要聽幹話 你們就要說 有人說幹話講一講就很多人看了 阿媽你要會講啊 你講來我聽看看啊 你講啊,你講幹話啊 你這媽要多少社會歷練才累積起來的 還有你這個人本身你要夠大氣 看什麼事情都用笑笑的態度去看 你才有辦法說得出來 阿沒那麼簡單喔 講幹話就有人看了 阿不就給我幹欸,你有沒有幹我看看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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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覺得這個跟個性有關係啦 那個個性就是 常常在廚底下連小圍 阿看什麼東西就是都笑笑的 你才有辦法這樣 阿你人如果要我嫁到 看錢太重還是太乾聰 你根本就說不出來這些東西 對不對?正能量 有阿!我這很正能量阿!你不解了嗎? 歌聲沒得模仿 有人講唱不難聽不要唱了 我們唱歌是為了效果 不是為了好聽 不要搞錯了 小師哥你天秤座會威 心潔多幹話難聊 難聊漁港的難聊 跟阿達一樣難聊 唱歌不知道要聽歌的艱苦 呵呵呵呵呵呵呵 你也才關掉啊,奇怪 去看車小師一派正經很不習慣 沒有啦 他這個講正經事的時候就要正經阿 對不對 動我輸的阿 每天你開玩笑 不行阿 如果場子內淹水 只能救一台車 你要救哪一台 媽的 我這全部的車只能救一台 乾脆就不要救了 整個為了救那台自己淹死 呵呵呵呵呵 儀表板如果換掉里程會變嗎? 會阿會變阿 阿對阿 我剛剛說乾蝶越來越少了 我介紹一下 比我更紅 更大白柱耶 好不 快車肉乾 彩色客製文創禮品設計 他們做很多這種 這一陣子最流行的 決勝點的這個 陶瓷杯墊 我跟你講啦 情趣夢天堂一定是你們都沒有去買 你看現在都沒有了 只為了抽獎 抽完以後沒有人去買 就覺得我們廣告效果不夠 就不會再來當乾爹 彩色科技館 他們現在還有做那個無框化 很棒喔 這阿呆幫我設計的 你可以把你家裡的寵物阿 小朋友阿 你老婆的裸照阿 把他印刷出來 掛在你想要他掛的地方 小師哥私底下 是不愛講話很兇的老闆嗎? 對啊 其實坦白說齁 我不太跟員工講話 其實公司越來越大齁 這個員工上面 其實會有很多的問題 那其實我本身 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也第一次齁 慢慢這樣一路走來 對不對 我也第一次說員工有到 現在應該十幾二十個吧 但其實我不太喜歡干涉員工 他們做什麼 因為其實他們有帶頭的人 對不對 那我們要尊重那些帶頭的人 在科匹阿 他們在教導這些新人 那我當然我就不太過問 那我有什麼問題 我當然就直接找帶頭的人就好了 那一個原因是說 不要造成這一些帶頭人的難做 不然現在他叫他往東 結果老闆一看 不行 你怎麼往東 你全部都往西 到最後造成這個領導很難做事情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很多新來員工來來去去 我的人 雖然重感情 也不是說慢手 就是說你會很難進入我的心裡面 你知道嗎 你想要刻在我心裡 你要touch my heart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我的心已經被我老婆佔領了 所以剩下的空間其實也沒有太大 我都採取一個觀察者的角度 要不然每個來來去去 我都放甘情 對不對 你一離開我就覺得 怎麼又痛失陰材 不是 吃好西瓜 沒有啊 就是來來去去要重新熟悉 我都覺得很累 我也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就是會先觀察 就先讓帶頭的去教育 如果你做久了 然後做習慣了 你也做得快樂 慢慢的我們當然我們就會接近 我們的heart跟heart的距離 就會比較close一點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花太多時間 跟員工在講這些事情 那再來一個就是 其實自己也忙 所以也沒那麼多時間 跟他們在那邊判阿良 反正我是覺得說 你做了一陣子 真的做可以了 我們 對不對 我們再來教我們看看 對不對 真的阿 你要交一個企業 不是這樣嗎 你看他漂亮你就要 就要跟他合起來了 總是要觀察一下 對不對 我是分享 外面一直閃他的車 你來買這個車隔音這麼壞 你買這個車這麼小大的 你買這個車這麼小大的 很麻煩 撞到的四季 有嗎 你有沒有載過一種人 就是在後面一直嘴你的車 你他媽沒有叫他你下車 已經算很客氣了 應該再去山上丟包才對阿 阿扣2.4上片就售出 我們如何是好 沒有阿 我本來就是喜歡賣掉才上片的 我從以前一直這樣阿 那是後來生意沒那麼好 基本上開始做這個頻道 我一直都是這樣 我希望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阿你都把你的車說得很好阿 放的車都爛的阿 你的車都好棒棒 阿放的車都嫌阿雞賽 我就常講嘛 對不對 CX5也好 還是仙草也好 特斯拉也好 我自己的東西我就嫌 講難聽一點 我才有出發點嘛 我嫌他 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一定要把他講到很好阿 可是我這個就這樣嘛 我覺得東西 我自己這個也很主觀阿 我覺得好就是好阿 阿我覺得他爛 我講出來就是爛阿 阿就本來就主觀阿 阿我沒有叫你一定要學我阿 沒有叫你一定要聽我的阿 對不對我們也沒有說阿 小吃獎了你就一定要買 沒有阿 喜歡看你就看阿 所以我就很不喜歡被人家在那邊講說 阿你自己的車就講很棒 阿別人的車你就講很爛 我就不喜歡講 所以我就希望說最好是車賣掉 我們再上片 講出來的話比較有可信度一點點 中秋節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可能就不群聚了 我們有準備10萬塊錢的禮品 到時候我們會在FB上辦抽獎 比較不好意思是這個抽獎就是 給我們買車的老客戶才可以來抽 因為我們以往辦這個中秋的烤肉 也都是跟我們買車的客戶才可以報名參加 所以我們這一次FB 我也拿了10萬塊出來買一些獎品 阿像剛剛有人提到那個拍片的問題阿 拍片我剛剛講說還有一個我沒講到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有很多觀眾朋友 都會主動跟我講 小四哥我有一台林寶傑尼 小四哥我有一台馬薩拉蒂 我有一台什麼車 然後說你如果要拍片 我可以免費無償讓你拍這樣 那我都是婉拒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我們基本上我們也不是別人的車啦 你叫我車騎 你的車我們甘抱歉跟你吹 第一點 第二點沒注意跟你撞到 我就假摔 第三點就是我如果講不好聽的話 也不好阿對不對 我如果把你車講得跟跳彈車一樣 講出不好聽的話也不好意思阿 所以通常都婉拒啦 兵力都A過不要怕 不是那不是怕 錢是小事 人跟人之間的relationship才是大事 好不好 所以我們是擔心對人不好意思 期待420交車 感恩啦 420你真的買到好命了 好車讓你買去 我又沒車好賽 我這一陣子都開520DGT 328GT 又開420GC 我真的最近我很喜歡後車廂是那種鞋背 然後開的時候連玻璃有沒有一起打開 我最近很喜歡這種車 因為我覺得它的開口很大 然後很方便載東西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它鞋背 又比起鞋背車來的 稍微後面屁股有一點點流線型 感覺那個風阻係數應該會比較低一點 就最近而已 就這幾個月 我開始從那個爬阿妹那時候開始 就有點迷那個鞋背車 所以我以後 要看看有沒有機會 有什麼帥的鞋背車再買一台 喔跟坂娘相遇的第一次 那是真的是可以拍喔 有點戲劇化 大概就是那種輕描淡寫文青類別的 你看我的這個板頭就是文青嘛 你看我這個眼鏡 現在我在清一些舊車 我現在看破紅城了 我現在開始挖一些 存在用底的料 把它挖起來清一清 因為車真的太多了 最近齁 大家還是可以關注一下 如果你想要找便宜代步車 或是一些冷門的車 可能最近我會清一些出來 那種像類似上次卡羅拉一樣 低於5萬 對於暴力壓有什麼看法 我沒有什麼看法 我只是覺得好貴喔 可能是我賺太少啦 不是他賣太貴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有一個朋友邀請我 跟他一起去試駕 可是我說我不要 沒什麼太大興趣 但我大概可以知道 他應該是很好開啦 其實我以前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以前還沒有自己拍影片 看別人的影片的時候 或看汽車雜誌的時候 我唯一跳過的 永遠都是那一些超跑 或是很貴的車 就是什麼馬沙拉蒂 法利 保時捷 其實那個型號我一點都沒有研究 我也不怕大家笑 我對於保時捷 什麼986 911 939 還有一些什麼大牛 小牛 我只知道大牛 螺絲風而已 出的我就不知道 什麼法拉利 什麼卡拉布尼 什麼小月 我完全都沒有研究 我都跳過 我覺得那個東西離我太遙遠了 我當然相信說 有一些人白手起家 他買得起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那一定是少數 那大部分買得起那個車的 我相信都是家裡很有實力的 你說自己賺的一定有 但是我覺得那人很久 因為我覺得那種錢的數字 你想想看齁 一台車800萬 1000萬 你到底你要擁有多少錢 你才買得下手 你有想過嗎 你有1億 你會去買1000萬的車嗎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沒有1億 所以我沒有辦法體會有錢人的感覺 我連研究我都不想研究 因為我覺得真的 離我有點遙遠 長景空波多野結衣 離我太遠 影片連點都不點 你講錯了喔 我不去點長景空波多野的原因 是因為我老婆就比他們正 我何必去點呢 什麼求生意志 我們講真心話是這樣 有這樣的老婆 你還需要去看波多野 還需要去看長景空 拜託耶 尊重老婆我懂 看起來你也是蠻尊重的 什麼時候要開班教學 開車把妹課程 這個東西真的不是這樣子 不是你們想的 第一點就是說 我沒有在把妹好不好 我已經幾十年 沒有做過把妹這件事情 什麼叫把妹這兩個字 我真的也看不太懂 租超寶錢 不如給伴娘買衣服 這一點我就真的要認真講 其實我老婆買衣服還好 我比我老婆還愛漂亮 買一些衣服啊 褲子啊 褲子有的 我比我媽的比較厲害 褲子都是我買給我媽的 衣幾乎都是我在買的 我都說我老婆是那個小家子氣 因為網路的衣服 一件比如說299、399 2件在那看半部 我說你是在看什麼 他說這兩個好難選 我說有人規定你只能買一件嗎 他說我自己規定的 看你的想法嗎 你打拚賺錢到這樣 你媽399的衣服 2件在那裡逛半小時 你看他去死人嗎 他如果利用這半小時 來做一些別的服務 別的事情 是不是很划算 結果他竟然花時間 在考慮399的衣服 兩件要買哪一件 你如果是3萬9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考慮兩個都不要選 板娘才是過生活的另一半 強迫老婆服務不行 我沒有強迫啊 我只是說你有時間OK啊 女人的邏輯不是你能懂的 小事跟板娘的閨蜜有熟嗎 這個就是我最自豪的地方了 他的閨蜜就是我 不好意思 我刻意挑了一個朋友 沒那麼多的人 開過那麼多 最喜歡 最想留哪一台 我跟你講不只一台 我想留的車超多 我覺得每一台車都有他的優點 我都看得出他的優點 但是因為留不住了 我最近看開了 不留了 我本來想說 要開什麼博物館 我後來想說 算了啦 這個到最後也是我自己在自嗨而已 心中有完美無瑕的車嗎 沒有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是非常理性的 就比如說這種理性就跟哪一種理性 你知道嗎 有一種男人是這樣 老婆跟老公講說 老公我好冷 有一種老公就是身上外套脫下來 這完美嘛對不對 那有些老公比較理性的 老公我好冷 你又在幹嘛了 這天氣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知道會冷出門還不多穿一件衣服 現在出來才在那邊跟我靠腰說會冷 有沒有 有真的嗎 最喜歡的聲浪是哪台 基本上我比較喜歡V型氣缸的聲音 然後8缸以上 我覺得就很好聽 車牌想換成BMW開頭要怎麼弄 沒有啊 你就等到BMW的開頭有了 你就衝去然後腳下要衝領啊 就好了啊 現在水民隊伍以前還會有氣缸環容易磨損的問題嗎 一定都會有 但是他們有改進了 我記得他有把那個肌油胖脯的位置有調整 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久來還是一定會有 車子直線跑的時候方向盤偏右是定位問題嗎 不一定啊 有可能是底盤的有東西壞掉啊 你跟方向盤會偏有幾個關係啊 有時候你是過坑洞才會偏 有時候是直路開會偏 反正有很多原因啊 他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機械結構的原理啊 方向盤連下去就是方向基柱嘛 方向基柱差 可能差處有傳動軸三腳架拉桿 然後輪胎的定位 大概就這幾個東西 這個可以檢查一下 甚至有時候方向盤跑掉 也有可能是你的輪胎吃胎吃一邊 所以他一連串這樣接下去 分開到兩個輪子 甚至避震性都有可能 小四如何踏入二手車買賣這一行 啊我就當初當兵退伍回來 然後工作了一年多兩年 存了一點錢 然後就在台北買了一台二手車 然後那個那個車有事故我都不曉得 不是我的事故是我買的時候就事故了 啊買到事故車 然後呢一直修修 修到老闆叫我不要修 就啊幹 修到對車有興趣 錢都花在車身上 然後就去車廂上班 我就進入這一行 大概就這樣 出個車貼 好啦之後我再考慮一下 那個黑人的牌子要幫他買 不是你知道嗎 不是說你們怎樣 就是我那個車貼 我實在很想要廣發 可是我都很擔心說 貼了我們那個車貼出去做壞事 還是有的塞車比較快的 有的沒有的 還是跟人有什麼Q分 結果後面有個我們的車貼 結果貼的人 甚至不是我們的客人 所以我就有一點 不太敢亂發 你知道嗎 所以通常那個車貼 我們都是 for跟我們買車的客戶 然後去貼 可是沒有跟我們買車的客戶 我也這樣灑出去 我不知道 有可能是我想太多啦 所以我就一直很猶豫 有買車的車貼做技巧 沒買車就是普通版 我是客戶 我想要車貼 可以啊 客戶回來基本上有獎 我都會給你啊 真的不要廣貼 其實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想而已 以前就是會有很多 你知道社團什麼 不是都有那個竹貼什麼的 經常有時候 去用HIP有個歸 做壞事 有的沒有的 覺得不是很好 對啊 所以你看我現在的黑人貼 都是我們有改裝整理過的車 好了結束 我就把它貼上去 給他一個mark 對不對 小師出品的一個改造 我覺得這樣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好像到處都有那種感覺 行車鳥屎吃漆 鳥屎吼 如果吃漆出辣 胖鬼 打過真的不行 漆就是要重考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鳥屎一定要快清掉 哦樹枝滴到也很硬哦 樹枝通常它那個都是樹脂 那樹脂 可能就要用一些那個除礁劑試試看 輪胎有正確的駕駛方式嗎 每次條都說有吃胎 我告訴你喔 台北的路怎麼樣都會吃胎 因為吃胎它除了跟你開的行駛的路面 品質有關係以外 再來一個就是停車的習慣 有時候你停一旁的 一旁一旁的都會 然後回去後你的定位跑掉 那跑一點點 那你又不是那麼敏感的人 你定位稍微跑 那你不知道他一直在開就會吃胎 所以這個基本上真的是無解 之前看到好市多輪胎比外面便宜很多 小事建議去那邊換 基本上如果說他的東西是ok的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還是可以換 因為他們是以量自駕的 我是能夠接受的 只要他的那個年份是符合正常的一個 不要說拿庫存的輪胎來裝 應該我覺得還好 那事實上我沒有特別去研究 他的東西是什麼 進入二手車行業怎麼學習 鑑定車況跟鑑價 我覺得二手車的鑑定 經驗佔大多數 就是你看了小絲的影片 跟你講什麼螺絲什麼有的沒 你都ok你都可以去看 但是你就是會有一個不確定性 你沒把握 因為你看的不夠多 所以有時候 好你看小絲影片跟你點了一下 說這個要看哪裡貼紙怎麼樣 你看完之後 你下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多看幾台 一樣的車 久而久之 每一台車真的螺絲貼紙都長在一樣的位置 漆的顏色都長一樣 那你看多你就會 其實我覺得就是經驗而已 像剛進來 我們這邊上班的弟弟 慢慢的耳濡目染嘛 他哲偉也是啊 他剛來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麼看對不對 那之前工讀生 他經驗久了 他看同一款車數量多了 慢慢的他就學會 他就懂得怎麼去判別那個車的車況 跟那個車的有沒有事故過 那另外還有一些 比如說什麼行將 行將企業 還有一些鑑價師協會 他們都有定期會舉辦一些 課程 推廣一下遇到大雨 雙黃燈的正確方法 什麼是正確 我只知道說真的看不到就是得閃 那等到看到你就是得關的 就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閃雙黃燈其實蠻危險 因為你雙黃燈閃下去 你出什麼狀況 其實你想要靠邊停的時候 後面的車會不知道 你要往右 如果假設啦 我啦 我不知道我這樣對不對 比如說我在快車道 萬一我這個車子有狀況了 那我是不是要慢慢的往這個慢車道去切 可是這個時候 我都會先閃幾下雙黃燈之後 我再打右轉燈 我會切換座 你如果一直打雙黃燈靠邊 因為其他車道人並不知道你要往右 所以你一直閃著雙黃燈往右 反而其實是危險 因為後面的人不知道你要往右 隔熱紙怎麼選 隔熱紙其實我不太沒有研究 其實大部分就是看他的那個抗UV透光率 還有什麼抗紫外線 趴數越高越好 感覺就是這樣 那注意一下含金屬成分 因為像含金屬成分如果太多的話 會遮蔽一些訊號 我大概知道就是這樣 冷媒算消耗頻嗎 微露補個冷媒是不是可以撐好幾年 大家看你多微露 這個問題也常遇到 如果冷媒管路 其實有一些露 如果是在前面好換的管子 其實都不貴 冷媒最怕最怕就是在室內的風箱的位置 那通常你會選擇不修 用灌冷媒的方式就是風箱露 那風箱露又有分 第一個你的車已經幾年了 你還打算開多久 然後他露是灌進去之後 現在冷了 那隔了多久又會不冷 來判斷他露大露小 再來你車還打算開多久 再來你的經濟狀況 所以我覺得要是要一直灌 正常來講 我跟你講冷媒應該要很多年 很多年才補一次 我覺得五年以上都有可能才要補 冷媒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封閉的管路 它其實正常不太是會有洩漏的 那如果真的說有漏 你要去評估說我灌了以後是三個月 還是半年 還是三天就漏完 呵呵呵有沒有 那三天漏一次你還不修嗎 汽車冷氣其實也是一個蠻專門的科目 風箱露不是有化學填漏劑有用嗎 我坦白說我覺得現在我自己沒試過 但是我的理解是應該都沒什麼用 現在有很多什麼 那引擎紙漏劑變速箱紙漏劑 然後什麼人媒紙漏劑 我聽起來我都覺得很像那個 美國電視購物在介紹 有沒有看到美國的電視購物 那個萬能 史力控大力金剛膠 可以做一個純 用那個布蠟 一塊一塊這樣搭爪 變成一個純 可以在那邊划船有沒有 你不要看過那個嗎 你去看看 你看你有划船做純嗎 哈哈哈哈 你去把那大力金剛膠都買回來 你看你有怎麼做一台純嗎 做這個給你碰下去 對不對 我是覺得東西壞就是 該修就修啦 你如果覺得說這個車 我們還要開個好幾年 那該修就把它修一修 比較不會痛苦 因為你長期讓它在一個 不正常的狀況之下 本來只是漏冷媒 然後壓縮機常在壓縮冷媒不夠 狀況壓縮機也掛了 對 沒那麼冷就掛了 連帶皮帶也斷了 問題越來越多 還要開那就把它修好 那你覺得說我這撐一下 半年就換那你就撐 我倒覺得說這個東西是這樣啦 不太建議說有一個小問題不修 慢慢問題越來越擴大 其實也蠻麻煩 變數箱油底殼換TOYOTA 原廠電片兩次都撐兩到三萬又漏油 師傅建議不上電片直接上膠 我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你如果電片換兩支撐兩三萬漏油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你的油底殼的密合度 是不是出了問題 是不是油底殼有變形了 沒辦法搞錯了 或者是下次可以試著換一間保養廠去做做看 我覺得直接上膠聽起來不是很正常的做法 移動時煞車輕踩到完全停住有咕咕聲 是碟盤跟來令間有間隙嗎 可能碟盤變形啊 或是你來令片的材質變了 或者也有可能是你的煞車的那個叫什麼分棒 有問題啊 要檢查一下 老車有需要做底盤防鏽嗎 這一樣的問題喔 老車是多老 然後你想要開它多久 那你的經濟狀況怎樣 再去做防鏽 要不然你現在防鏽的錢花下去 結果過半年一年 你又想換車了 也沒意義啊 然後你防鏽做好其他東西 其他的地方 零組件都爛光了 也是沒有用 所以你還是老話一句 評估自己經濟狀況 什麼時候要換車 還是你打算把它能撐多久就撐多久 那你就繼續修 但是我是建議說 還是要有一個停損點 不要一直修理 好嗎 正式皮帶有辦法檢查嗎 困難 通常拆開就是換的 一般正式皮帶都看底層 我們公司的標準是8萬公里嘛 日系車 國產車8萬公里 只要這個 我們這邊賣出超過8萬公里 我就一律把它換掉 我也不管之前有沒有換過 有些好一點的車行會 真的是會拆開 看還蠻新的 就蓋回去 當作尊瓦貴 但是我是覺得說 東西不貴 貴的就是那個拆開的那個工嘛 那我會覺得說 既然拆開了 我管它是看起來新還舊 因為有時候 東西看起來新 不代表真的新 然後我都跟師傅講 你既然拆開 你就乾脆水棒不正式皮帶 出一塊瓦掉 至少我可以很大聲的 跟客戶講說 這個確定是新的 而不是看起來是新的 好不好 這個其實有時候牽涉到 你去二手車廂買車 他回答你的那一些 不要說話術啦 他回答你 這些相關問題的時候 他會說 看起來很新 看起來很新 跟確定我幫你換新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NA車是不是不用加98 其實沒有這樣的規定 因為正常來講的話 我記得 渦輪車因為壓縮比的關係 反而你要加新緩值低一點 所謂要不要加98汽油 新緩值 他們那時候是用壓縮比來看 以前標準是10 壓縮比超過10 你就可以加98的 那壓縮比沒有超過10 基本上加98 沒什麼意義 以前是這樣看的 老車久了 激碳壓縮比會變大嗎 這個好深的問題 如果照他的引擎容器來講 好像是會 有沒有激到這麼嚴重 QX60油電板 我才不收 神經病 那種公司 電池後來又不知道收你多少錢 我一個LEAF電池要70萬 那同系統 QX60 我不敢相信電池他要怎麼跟我收錢 我怎麼敢再跟他拚一次 不能亂講 我是沒有去查正確金額 當然我只是覺得光看到說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電動車 一台LEAF他電池可以賣到70幾萬 那就代表說他根本就不注重這一塊 他沒有在電池這一塊努力 然後他出了油電車 你怎麼敢相信他勒 你看為什麼油電車 我只會去賣TOYOTA跟LASUS 你至少說他讓我看到說 他很大量的很努力的在研究這個電池 然後再壓低這個電池的價錢 即使大家都知道說 他可能開10萬公里 12萬公里可能會壞 但是我就知道 這個壞的就是5萬 這個壞的就是7萬 甚至說還有這個舊品可以去換 對不對 那我看得到你的努力 你有站在消費者的力上想 而不是說 我只要賣而已 對不對 你現在電池判70萬 賣來我會貸 對不對 我一台車剩20萬而已 你把電池70萬 你叫我怎麼開下去 誰要誰買你的車 對不對 他也不給你任何的資源 也不給你任何的幫忙 就是70萬要就來 不要就算了 對不對 他有協助你嗎 也沒有啊 我自己 他我還去國外 美國 我去日本 我到處去問這個力服的電池的價錢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國外原廠賣多少日幣新品 我也到 我也問到了 可是問題是 我們自己私人要把電池運來 台灣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我們來講 把那個電池運進來 我也不去講 尼桑這邊 他把我幾倍的價錢給我 你感覺要賺而已 沒有勒 我在日本問到原廠的價錢 我不要去突破它是幾分之幾 我跟你講 我運進來是便宜的 問題是 我們電池這個東西要走特貨 我沒有辦法運進來 但我一直 美國 日本 我一直都有在問 為什麼這個力服 一直沒有看出來賣 我就是一直在研究這件事 因為我對原廠的這個數字 我覺得很不爽 那你這樣 你出了二代 誰敢買 你不能東西 你只想賣 不想售後吧 我只是覺得這個是一個 企業的 售後態度的問題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講 L牌的 如果出電動 他說現在他要出電動 你敢買嗎 對不對 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要支持他 問題你敢買嗎 他這種服務態度 克服售後態度 你敢買嗎 我就這樣講就好 我今天不是說什麼 車廠有拿錢給我 沒拿錢給我這件事情 我只是覺得很單純 我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我就是這樣覺得 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就是這樣覺得 我遇到的事情就是這樣 每次壞了一個東西 你就說 我要從大陸調來 你要等一個月 等兩個月 我怎麼受得了 那今天沒有安全性的問題就算 那如果牽涉到安全性的問題 我一個三腳架 你叫我等一個月 萬一他媽 我這個一個月內 我因為這個三腳架 我在高中我打滑 我撞拼撞死 我不是很帥 所以為什麼我在賣二手車 我那麼重視這種售後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人會要求 小市賣出來的中古車不能壞 我相信以台灣目前的消費水準 我們客人的消費水準 但是重點來了 我們願意幫你處理 為什麼我重視這個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就 我好像要賺幾年 為什麼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討論說 不然我賣一台車不要保固 我可以賣你很熟的 真的 以後大家來買車 小市我不用保固 我保證我算你便宜 你出去 你不要找我 你找我絕對不理你 我先講好 你認為說你可以接受 你真的不會回來朝我如小我 我會賣你便宜 我OK 你說什麼 小市哥我要一個黑人貼紙 沒有不好意思 小市哥 我可不可以回去你那邊洗車 不好意思 沒用 小市哥 我現在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下休息場 沒有 沒有介紹 當初你買就是紅桿水人的 錢付了東西你拿走 對不對 但不是嘛 我們現在沒有要做這種生意 我就沒辦法做這種生意 真的 你把所有服務弄好就好了 以後啦 我們錢賺多一點 我就放咖啡機 我就請黑絲襪 來幫你們泡咖啡 來幫你們烤厚片 好不好 阿根達斯科沒辦法啦 小美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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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冰淇淋就好了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啦 那個到時候 如果弄得漂漂亮亮 黑絲襪來 那個車買更貴 結果到最後會不會發現開buffet 比賣車好賺 哈哈哈哈 好啦 大家晚安啦 今天差不多啦 Goodbye 下週見啦 大家晚安